雕草刺身 三文鱼 本節目適合軒仔 和S先生的個人及非專業意見 最好叫爹地媽咪 三姑六婆 陪同觀看 如有不同意見 那一定是你對 敬請留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軒仔 今天我們來吃一個日本飲食 在這間叫做團長 它有兩個地位 一個是在Brimley那邊 在Scarpo 一個是North York 我們今天就來North York這個地位 它這個也是IPAC點菜的 它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這間竟然有包飲品 這個很少地方飲食包飲品 我們吃過這間飲食都好像沒有 比較少 汽水 不過喝汽水也是執考 很多汽水 其實 我們初初以為 魚生會一隻船 或是怎樣的 誰知原來是分開 小小小小小 很精美 很精美 有些東西都來得很快 也算很快 可能我們也叫得比較 少一些 全少都算精美 這個 其實一吋的尺寸 其實好像人家的三分之一 可以吃多幾吋 剛才你一開始叫少一點 那你之後知道份量可以 其實我們本來打算試多一點 當然叫份量少一點 怎知它整袋都是 你為甚麼放到這麼高 這樣才可以拍到整張圖 OK了 這樣吃了 嗯 這個是牛肉串燒 但很有趣 這種牛肉串燒 好像中式那種炒牛肉 我們平常吃的那種 有些好像 加了一些自然 反而更加像中式那種 這隻好像 在家裡炒 炒肥牛肉那種感覺 都挺特別的 分量 真的小了一點 好像試食版 這個就是那個 鐵板蝦 對 蝦也算挺大隻的 對 有些蒜蓉粒在上面 好像鐵板燒的感覺 其實它有另一種蝦 蝦是有殼的 有些鹽和胡椒粉調味 有些油油味 蝦挺爽口的 不過好像偏鹹一點 這個應該是雕草刺身 三文魚 其實我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吃雕草三文魚的 但不要見那些雕草 可能比較少 這個在邊 有沒有吃這個 我還沒吃 它因為有這個醬汁的問題 酸酸的有多開胃 不會覺得很油膩 這個就是青酒青口 它的一份就是兩隻 對 它的醬汁也像是青醋一樣 對 你試試試試試試看 清甜 上面好像有些胡椒粉的東西 是不是 怎樣 很青口的味道 甜不甜 它有些青酒的味道 對 但是很重的青口味 這個就是天婦羅蝦 我剛才吃了另外一口的一口 吃了別人的一口 它的炸皮是我喜歡吃的炸皮 它是脆脆的 它是不軟的 是否喜歡脆脆的 是否喜歡脆脆的 所以這個是我任吃中的天婦羅蝦 挺好吃的 有沒有出煙 有沒有出煙 出煙應該放不進口 是開了邊的 切了一半的 很貼心的這個行為 對 好像很多日式的雞翼 都是切了一半的 一拉的肉就出來了 它上面好像有一點 Teriyaki sauce 除了那些 sauce 雞翼應該是沒什麼味道 沒有怎樣的特別 它燒得挺香 有些燒烤的香味 試試過三文魚 樣子都OK的 起碼夾上去不會很削的 其實吃起來很不錯 那個也不太差 柚子牛肉刺身 挺好吃的 它有一種柚子的香味 蓋過了牛肉的腥味 因為牛肉刺身 有時候有些人喜歡吃牛肉的生肉味 這個吃起來就很開胃 很清新的感覺 但我不是很喜歡吃生牛肉 好像很血流 我記得之前 不知道是否在法國的時候 吃了一個牛肉Parta 然後就生病了 所以我就不敢吃生肉 這個就叫做一隻燒三文魚 它好像燒得挺漂亮的 上面是輕輕的torch了 然後有些像sauce在上面 還有一塊青椒在上面 其實這種壽司 我覺得比普通的壽司更加喜歡吃 可能味道比較濃的 有些燒烤的味道 對 這個就是壽司的形狀 然後這個就像雙壽司的樣子 我試試這塊吧 燒完我也不太記得它是什麼魚 其實這種torch過的魚的質感 我覺得是比生生的三文魚更好吃的 它是不是變熟了 其實它是半熟的 它是不是全熟的 那你有沒有聞到那種很香的那種 好像濃濃的 其實也沒有 因為沒有那種炭笑味 因為它的醬味道比較黃 就是很辣辣的 辣辣的 那我試試這個牛肉 應該是生生的牛肉 這個看起來比這個牛肉更熟 那我試試這塊 其實因為牛肉是生生的 所以它吃起來很滑 味道是什麼味道 味道也是不太吃得到 因為它上面有些東西 好像是辣的 對呀 很辣 這個就是叫燒魚頭 其實好像不是間間有魚頭吃 好像不是間間都有的 但我覺得它醃得比較淡一點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肉 這裡也有很多肉 有很多肉 而且魚頭的肉也偏軟 你是不是吃了一隻眼睛 好像很恐怖 吃下去是怎樣的感覺 我沒有吃過眼本身 我吃了眼旁邊的那個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草莓 或是胡椒 對呀 我剛才以為它有很濃的味道 果然不是 這個叫團長卷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因為它應該是招牌卷 黃色的東西 黃色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是不是芒果 有些像是蝦的東西 這個是芒果來的 即是酸酸的 有些好像是芝士在裡面 那味道是怎樣的 這個就好像一般的味道 上面這些是什麼材料來的 有一個粟粟的三文魚在這裡 因為它外面其實好像有些天婦羅 那樣炸漿在這裡 還有一些 這個就叫雞肉串 你看起來好像很2D的 你看多扁 一如既往的精美 對呀 即是平時你吃的串燒 比較厚肉一點 這個就好像 薄了一點 不過我們試試 不過任吃就不怕 對呀可以再夾 其實肉也算是挺嫩滑的 是小串一點 不過是夾都算挺好吃 即是你以為它再夾 有些teriyaki sauce 是麵 其實我覺得它的壽司 飯的比例也挺多 因為我記得上次我們去某一間 任職 我們發現它的飯的份量 少一點肉 這個倒進去飯的份量也挺多 對呀 等你飽一點 還有這個飯也有燒焦的漬醬 你聞聞也有焦的香味 也有的 這個就叫做什麼 暖暖夏日卷 還有它就不是一個 其實它是卷物裡面的 但它不是壽司 因為它的皮像是 像米籃米餅一樣 像米籽米籽 上面是芒果 還有它的餡是蟹柳絲 你試一下可能也挺好吃的 好像很暗的感覺 真的 很清新的感覺 像米籽米籽 對 怎樣 好像有一點泰式的酸辣的 對 酸辣的 我以為只有一個甜味 因為其實那顆是辣椒的 酸辣的 對 酸辣的 我一開始就要吃這個 對 開胃 這個看到這麼有趣的形狀 其實是魷魚 它的份量真的很精緻 我最初以為是紅腸 這個很大塊 其實挺好吃的 但它的醬太多了 吃下去有些醬的味道 比較濃味的 就是 Teriyaki 酸辣 還有它的醬汁 但其實吃下去真的很有趣 這個很香 牛仔的味道 這個真的挺好吃 任性來說這個真的不錯 它很香的燒烤味 然後味道很甜 韓式的醬汁 還有幾大塊 一份三塊 三塊都很大 還有一些比一匹膏 這個只是淡淡肉 我覺得好像今晚最好吃 這是肉類 它這裡的甜品的選擇 都算不太多 它有很多都有的 這個叫做芒果 蘑菇 蘑菇 都是七色杯的 還有這個叫做 焦糖的中文叫 焦糖雞蛋布丁 然後這個我第一次見的 滋草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我看了一幅圖 我以為是龜玲糕 其實就是 它叫做HERPOL GARDI 是不是就是龜玲糕 不是那種中文叫做甚麼 那種叫做 糧粉 是那種糧粉 我第一次見過 它上面好像有糖漿 你看 是啊 就是那種糧粉 就是 鬼玲糕 它上面那些是不是 是糖漿 是糖漿 這個比較淡味 這個就是 你看到它的糖 它是新鮮的 用火槍來烤 應該是 CREMBLE 挺脆的 你看 聽聽聲音 聽不到 因為你的新鮮 對 你看到那塊脆肥的糖 很香的蛋味 有一點點 像火槍燒焦糖的香味 很香 這個就是芒果 優格 其實現在很多店舖都有 這個就是正常常的芒果 娛樂的味道 會不會很硬 這個不算辣 這個是很像什麼 啫喱 就是奶凍 奶凍 其實那種是奶凍 對 那種質地 你看它這樣彈彈彈彈彈 因為我記得我曾經吃過一間 是好像啫喱 它用啫喱粉製作的 質地要怪一點 這個就是 這個不確定 它還有Tiramisu 還有一些不同味道的雪糕 對 我們就不得一介紹了 拜拜 我們剛剛吃完這間 叫做團長的日本飲食 它挺有趣的 點餐好像大部份都是一件一件的飲食 讓你不要浪費 還有份量也算是小件 你不會一次過叫就吃很多 嗯 很推薦一個人 想吃肉吃肉 可以試多不同的食物 而且味道也不錯 我覺得也算挺好吃的 拍得住 另外那兩間 比較出名的飲食 還有牛仔骨也算挺好吃 最好吃的牛仔骨 價錢方面 現金就九五折 對 現金有九五折 是的 那麼 它的價錢其實都不算貴 跟其他大的日本飲食差不多價錢 那裡面的環境呢 也有很多卡位 其實它後面還有位的 剛剛我去洗手間經過 它後面還有一個大房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不想錯過下一條新片的話 那就按旁邊的小鈴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